207 東方日報 中證監重申深港通適時開 2015年7月18日產經 B1 中證監昨日收市後朝開禮行記者會 重申支持深港交易所適時開展深港通 同時公布內地政商評價結果 當中直接或附屬在港上市的中資勸箱 全部獲得及內地勸箱評級 今年合共有119家勸箱受審 評級分為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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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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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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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 五大類十一個級別A G C 類屬正常經營公司 D及E類勸箱則為潛在風險可能超過可承受範圍 中證監將因應勸箱評價實施區別對待監管政策 港中之勸箱獲級評價時根據證券公司分類監管規定 由勸箱折評、證監局初審 中證監證券基金機構監管部覆核 最後由評審委員會確定以勸箱風險管理能力 結合市場競爭力與合規管理水平而作出綜合評價 反映勸箱管理與風險控制狀況 評價結果顯示 直接或附屬在港上市中之勸箱 全部獲得級 市場傳出第四季會來港上市集之餘237億元的光大證券 則獲得A級 至於深港通 中證監發言人表示 一貫支持深港交易所開展合作 支持在湖港通視點經驗的基礎上 適時開展深港通 促進兩地資本市場健康發展 與此同時 中國結算發表通知 修訂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特殊機構及產品證券賬戶業務指南 開湖申請人申請開納特殊機構及產品證券賬戶 應補充提交證券賬戶自律管理承諾書 承諾遵守賬戶實名制 不在賬戶下設置賬戶與虛擬賬戶 不出借證券賬戶及他人使用等 不 upfront